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图文货加价构真的划算吗? 周年庆到底该如何买呢? 又到了各大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档期 已经准备好你的魔法小卡,叙事待发要刷一波了吗? 今天就提供你五点关于说周年庆采购的新法 你应该提前了解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赤丰街的蛋糕店叫做石仪 这间石仪蛋糕店呢,可以说是台北十人气的蛋糕店 这间位于中山商圈赤丰街上的千层蛋糕店呢 它主要是以那个外带为主 店内的座位数不多 尤江最近可能在装修 真的是不到三桌 大概只有十个人的位置 那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千层蛋糕 其中更是主打中的主打就是水果千层 讲到水果千层 大家一定会想到东京的那个Hobbs 那这间的水果千层呢 它的水果的那个厚度比较厚一点 但是它千层还是给的蛮大方的 在水果之间大概每一个间隔都有五六层的千层 那整个里面的水果有什么奇瓜、草莓、哈密瓜、还有香蕉 就是每一层都有蛮厚 那个厚度大概0.5公分的水果 而且那个水果吃起来是新鲜的 你感觉到就是它当天先做的 那千层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蛋糕 就是要一层一层去烤 那一层一层铺垫 加上鲜奶油 他们家的鲜奶油吃起来真的是很厉害 很丝滑 那整体吃下你会觉得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高级的蛋糕 很多人会去外带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不便宜啦 单片要300块 是水果千层的话 那一般口味的千层大概就是200出头块 还算合理范围 但如果以千层蛋糕的价格 你去日本吃或台湾的一些什么Lady M 其实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还算合理 那这间位于赤峰街的蛋糕店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要送礼 或是你生日想要吃一个好的话 是蛮厉害的一个蛋糕店 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 这间叫做食宜 相关的资讯呢 会放到IG 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然后也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去IG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咯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图文货加价构真的划算吗 周年庆到底该怎么聪明买呢 第一点就是 不要因为便宜就图文货 建议就是不要买超过一年份的量 你知道周年庆这个时候呢 就是会低于市价嘛 就是说各种组合 或是他可能会打一些很优惠的折扣 此时 你真的是千万要提醒自己 不要失心风 看到那个价格 就很低廉啊 或是有特价 或甚至打了那个 打到骨折 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要狂买 大买特买这样子 但我跟你讲 每一年都会有周年庆 很多人可能就是 当下失心风 就是为了那个折扣数 一次买个三五组 但问题是你一年根本用不完啊 有些东西就是会有所谓的时效 就是它会过期 尤其是一些保养品 你不要以为保养品就永远不会过期 就是囤一次那买个五六瓶 但有些就是它的时效 没有就是一两年 又讲生物科技 这件事情就是它每年都会不断的进步 所以你今年买东西可能明后年就有新的科技出来了 真的是不用囤这么多 即便是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品项 它可能每年都会稍微做一点微调 所以真的不要因为便宜就囤货 建议就是不要买超过一年份的量 比如说精华液啊 或是什么面膜啊 或是什么化妆水 你真的要嘛 你要囤 就是要囤的话 就囤个就是两三瓶 一年之内就可以用完的 但你隔年的周年庆再买新的就好了 不用一次买到五六瓶 然后十瓶这样子 就是可能要两三年才用得完 尤其如果过期 而这就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囤货加价购真的划算吗 周年庆到底该怎么买呢 就是 满额赠 感觉是有赚头 但是真的不要被骗了 不要因为百货就是会有弄什么 满千送百啊 满万送千啊 满两千送两百啊之类的折扣 感觉就买越多 省越多 折扣不断的累加 你就觉得说 很像就是为了那 差两三百块就可以再凑个一千 就可以再折一百块 你就不停的在网上 你懂 叠加 不停在 想要再多省个一百块两百块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行销手法 大家都知道嘛 只是说 你可能当下买的时候 那个贵哥贵姐姐 就会再突然说 你再多 凑个两百块 凑个五百块 你就可以再满千 就可以再送百咯 就时常你会被这句话给 去吸引住说 对呀 我再多凑个两百块 人家就省一百块耶 就会不断的往上买 然后就不断的囤货 但我跟你讲 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你一年之内 用不完这个量 真的不用硬逼自己 要去凑那个 为了那一百块 再往上 就是多花个一两千 不划算 就是告诉自己 我就买 我出发之前 想要买的东西 那如果有凑到 就是赚到 没有凑到 没关系 像我这一支去 星光三月 他们现在主打是 买两千 我刚好就是凑一凑 大概就是三千粗头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再多带一个东西 八百块 你这样就可以再 折两百 就是你到四千的门槛 就可以再折两百块 但就往说 八百块离那个 还有大段距离 我真的没有必要再囤货 我就说没关系 但是很多人可能就因为 那两百块 就为了想说 他可以再折地两百块 那再凑个八百块东西好了 那等到你再买个东西 可能又一两千块 他又跟你说 你要不要凑六千块 就可以再折两百块哦 他是non-stop 就是永无止境 所以真的不要因为 那个满额阵觉得有钻头 就无止境地往上买上去 说实在的 你每年都会有这个优惠 每年都会有中年轻 而且有时候 他们不定期什么 母亲节 父亲节 也会有一些档期 所以不用真的 等待这个时候 一定要大买特买 就是你可以等明年 所以这是第二点 比如满额阵的时候 觉得有钻头 就想要去凑那个 满千送百 或满万送千的零头 真的是没有必要 接下来第三点 说囤货加价构真的划算吗 周年轻道理该如何聪明买呢 就是三 跟贵哥贵姐混熟一点 可以获取一些内线的消息 就是如果你本身 对于某个品牌的化妆品 或是你某个品牌的衣服 包括你很喜欢的话 我建议是不妨 就是在同一个百货 同一个贵哥贵姐 跟他长期拔弱 跟他长期消费 久之后 因为你是老客户 你是常客 你就可以基于一个老客户的进行之道 他就会比较希望 你就可以长回流来买 他有些促销 或是一些周年庆的档期 他就会提醒你 或是他某年新款 他也会特别的打电话跟你说 不要就是 这间买一下 那间买一下 那其实每个贵哥贵姐 对你都不熟 但是你买其实都同个品牌 都是一样的品项 因为其实不同百货公司买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与其 有时候就为了 这个小小的多100块 或是省个50块 那去跑去另外一间百货买 但是每个贵哥贵姐 可能就是片面之远 他其实跟你不熟悉 那不如就是你在单一专柜 单一个百货 跟他长期的经营跟消费 久之后呢 有些贵哥贵姐比较好心 他可能你今天去买 你很想买 但他会跟你说 我们下礼拜其实有折扣 你要不要下礼拜再来 他就会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你是老客户 他得罪不起 他希望长期建议你这个客人 或是如果是衣服 或包包的话 他也会特别的先联系你 如果是大户的话 他就叫你先来挑选 就像是什么爱马仕也是 就是他们有些都需要配货 那你有长期配货的话 你就得要在同一家 同一个贵哥贵姐上累积点数 不要就是贝拉比塔买一下 然后新光三月买一下 这样子 那其实就会蛮可惜的 无法累积消费 然后让那个贵哥贵姐 对你更有印象 那这样他有第一手消息 或一些好康优惠资讯 也会提前的告诉你 加的第四点关于说 囤货跟家家购真的划算吗 周年庆到底该如何聪明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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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比三家不吃亏吗 常买跟便利其实才是王道 在周年庆之前呢 有些人就会精打细算 花大把时间做些评比啊 优惠组合的比拼 那其实满额正 每一间都不一样 那或者是有些人会不辞千里 就是说 诶他们的那个组合 多送了一瓶小小的精华液 或多送了几片面膜 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研究 跟这间百货可能是满两千送两百 那间百货是满一千送一百 感觉比较划算的 那他就是不辞辛劳 然后就坐车去那边 那可能 maybe 很远 那他搭检车 或是他坐检车坐超久 那可能你在做这些比价功课啊 跟你花的时间成本 还有交通的车费啊 或是你搭交通也是要时间嘛 这些家总起来 说不定你就赚了一百块 但是实际上你可能车费 坐电车来回就两三百块去了 所以根本没有比较划算 所以与其在那边货比三家 当然货比三家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大概看一下 都在家里附近可以做个比价 但是如果你可能要杀去什么 桃园 你是台北人啊 杀去桃园 或是你在台中你可能要杀去台南 就是很远的这种百货的话 或是为了一两百块的那个满额赠啊 或是一些小赠品的话 那真的是没有必要 所以货比三家不吃亏的前提是 你要算一下你的时间成本 跟它是不是符合经济效益 否则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三点就是延续 你在同一间百块公司常去买 那你越会常去买的地方 通常是越方便你去的 就是离你家最近 或是你常去或经过的地方 那其实就在那边买就好 你就可以累积你的 那个印象深刻度 或者是你就变成老客户 之后比较容易会获得一些 优惠的资讯 然后也不用就是 花这么多时间在货比三家 因为其实每间百货 其实就potato potato 就是没差多少 只是组合的东西不太一样而已 那就是第四点 现在第五点关于说 囤货加加架购真的比较划算吗 周年轻到底该如何买呢 第五点就是 组合看似很划算 但是你要真的用得到 才是关键 不需要的东西 真的送你再多 都是网栏 那个什么赠品价值 它就告诉你说你的正货 就是你那瓶正货 可能一千块 那它那个赠品也就是高达 比三五百块 但问题是那个赠品 你根本压根不会用到的话 那根本也没有必要为那个赠品 拿大老远去拿那个东西 或者你觉得 诶 那个人像值三五百块 感觉很划算 就硬要去拿那个赠品 没有必要 用不到东西 你拿回家 也是积灰尘 而且有些 你知道什么 送行李箱啊 送包包 那个很难丢 你回家你还想说 我如果不用的话 我丢气也是很麻烦 所以周年庆多样的优惠组合 看似买到赚到 但前提是 那些东西是你真的用得到吗 不然真的是宁愿不要 也不要带回家 积灰尘 你还要想办法把它 之后如果不要的话 怎么丢掉 很麻烦 好啦 今天就简单分享 过来说周年庆到了 你要囤货 你要加价够 真的划算吗 这五点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呢 你有任何意见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 咨询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有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